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然後這是說一下這個火箭炮了 然後再來往下繼續往下 這個說完火箭炮再說一下這個哈馬斯這次的戰術 他的這個突襲應該說是進行了周密的策劃 而且他也是基本上是站在了這樣一個AI技術 人工智能技術和媒體戰的這樣一種多角度多維的戰場上面進行作戰 可以說已經邁入到了這樣一個現代化的這樣一種狀態裡 正是因為他的這種戰術的新穎 導致了以色列 當然我前面也說了以色列的這個國防軍過於懈怠 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他的戰術過於新穎 就導致了以色列這一次沒有能夠很好的應對 那麼哈馬斯這次的作戰的方法就是在火箭集袭的時候 同時就是用無人機 在烏烏戰場上面學到的用無人機向下投資炸彈 首先把隔離牆上的一些這種 這種以色列的無人職守的這種炮塔給炸掉了 因為以色列在隔離牆上面每隔一段距離 他都會有一個無人職守的就是機槍少尉 OK 然後 沒人沒有人的機械的對不對 自動的 OK 把它炸掉 這是以色列的這種無人裝備 然後哈馬斯就用無人機把它炸掉 把它炸掉以後 那麼相當於就是以色列就一下就失去了這個眼睛 對 因為他們這種無人機箱上位上面 同樣會配備一些這種攝像頭啊 包括這種紅外線的傳感器啊 對 你把它炸掉了 那以色列自然他這邊就瞎了嘛 對 然後在這個之後 然後就用裝載機 是吧 破壞這個隔離牆 鐵絲網也好 這種混凝土牆也好 就乾脆就把它破壞掉 對 破壞掉了以後 然後他的武裝人員就迅速的滲透進入到 這個以色列的這個控制的區域 嗯 與此同時呢 他的空中的這個 所謂的動力散的這樣一個分隊吧 部隊吧 經過訓練的這個動力散的部隊 是跟著那個火箭彈的集息的過程中 一起進入到以色列 飛入到以色列進來 嗯 因為正常的情況下你可以判斷嘛 一旦那個哈馬斯發射了火箭彈以後 以色列進來必然會響起空襲警報嘛 對 對 那一想起空襲警報了以後呢 那個人的正常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那就是找防空洞先躲一下嘛 對 對 對吧 但是這個時候 也就是所有的少衛上面 可能都沒有 沒有人員能夠警戒著 警戒到天空了 嗯 那這個時候他的這種滑翔傘 是吧 這種有動力的滑翔傘 就可以很輕易的越過格力牆 嗯 降落到以色列的境內 嗯 OK 先先把他的眼睛給瞎了 然後再無人機滑翔傘進來 對 OK 對 對 包括他從海上也是這樣子用橡皮底 是吧 衝鋒舟 嗯 進行突擊 當然了這一次 呃以色列公布的這個照片是 這是被發現了的 對吧 在加沙沿海 那還有沒有被發現的 那肯定 哦沒有真的以色列打擊 那肯定還有 嗯 對對對 那還有沒有被發現的 那目標那還不就是滲透進去了 對不對 對 所以說呢這樣 隔離牆的這樣一個防線打穿 嗯 相當於他的這個這個防線就穿了 再加上他的那個國防軍隊又處於一個 比較懈怠的狀態 嗯 那麼也就沒有了第二道防線 嗯 或者說是這樣子 這就導致了這個 這個 哈馬斯的這樣一些武裝人員就可以長驅直入 嗯 是吧 進入到這樣一個 平民生活的這樣一個區域裡面 嗯 那在這種情況下面 是吧 你武裝人員對平民 又是這樣的生仇大恨 對 幾十年結下的血 血海生仇 對 那出現在出現這種反向的殺戮 這也就 在我看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對 嗯 嗯 然後再 下一張是不是 嗯 對 好 來 呃 這個這個行動呢 我來唸一下 為了更快速的 為了更快速的通過以色列的隔離槍 哈馬斯對部分重要的隔離哨所和基地進行了突襲 大獲成功 對 打死或俘虜大量的以色列軍人 好來你來講這一趴 對 對 就是在那個已知的目前的這樣一個視頻上裡面看 我看到的情況就是以色列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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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出現 以色列和那個巴勒斯坦出現衝突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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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吧 嗯 對那個地方呢進行了一個突襲 嗯 因為那個位置呢可能是因為那個位置呢就是經常有巴勒斯坦人出入 嗯 因為以色列這邊呢也允許加沙地帶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是吧 給他們發放通信證是 他們可以在以色列這個控制的區域裡面進行打工啊或者掙錢呢是吧 是 讓他們滿足他們基本的生活需求嘛是 是 那麼這些人你們難免就會混進這個哈馬斯的這樣一些的 裡面的這樣一些所謂的偵察人員呢是吧 對 然後他們就可能藉著這個機會 就把這些附近的這些哨所附近的這些軍事基地 情況就了解的比較清楚 是 因為從那個報復出來的視頻來看 而進入到這個基地裡面的這個哈馬斯的武裝人員 他們基本上沒有進行太多的這種搜索 嗯 就是幾乎就是長去直入 在我看來就是長去直入 他們好像對這個環境非常熟悉 嗯 就是進去了以後 按照道理來講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事基地 是不會允許平民 甚至於特別是別國平民 輕易進入 對 對 那麼這些哈馬斯作為這個以色列的敵人 他們對這個基地裡面的情況是如此的了解 是吧 從那個攝像鏡頭裡面來看 他們第一時間就衝向以色列軍人的休息的銀房 嗯 然後 然後就是 對他們這些重武器 是吧 進行管控 包括這些吉普車啊 裝甲車啊 坦克啊 這些武器進行管控 防止以色列軍人 奪取這些裝備 對 對哈馬斯的人員造成殺傷 對 然後對以色列的這個 發現的以色列軍人第一時間就進行擊殺 是 然後打死了以色列軍人以後還要進行補槍 嗯 對吧 就把他沒有反抗能力嘛 對 然後重點呢 就是下一趴 我說的 說的下一趴 嗯 就是這種 這種攻擊呢 也是同樣的使用了無人機 進行配合 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 對對 就是一輛坦克 OK 梅卡瓦坦克嘛 被炸掉了 對 網上也有一段視頻了 用無人機投資那個 投資那個RPG的戰鬥部了 直接就把一輛梅卡瓦坦克嘛 把那個發浪機給炸掉了 嗯 那段視頻也是傳播的比較廣了 我就 我也沒有上傳 我要說的就是 通常情況下 以色列國防軍防守再卸彈 對吧 他在一些 比如說基地的出入口啊 這種位置 他肯定會有一些重武器 進行直搬的嘛 對 不可能連直搬的裝備都沒有 這是不可能的 對吧 那麼對於這些直搬的裝備 哈馬斯也採取的手段 也就是用無人機 直接進行 投打 是 因為在俄烏戰場上面 已經有無數的戰力說明 是吧 坦克雖然他的裝甲很厚 對 但是他只是 他主要是為了應對平面戰場作戰的 對 他的裝甲厚是厚在正面 對 炮塔在正面 是這個正面 對 他的頂部是比較薄弱的 對 那麼這個時候可能一枚小小的爬機炮彈 或者是一枚那個40火箭桶的火箭 是吧 往下一頭 是 就能輕易的炸穿這個裝甲 對 但是呢 讓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點在於呢 這一次哈馬斯 是吧 他播出來那段視頻裡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無人機投下的那枚炸彈 是炸中了這個坦克的發動機 發動機艙 嗯 那麼我就有理由相信哈馬斯的這次行動呢 也是除了為了 為了擊毀這些裝備以外 也是要希望能夠最大限度的 俘虜以色列的這個軍人 嗯 因為你炸毀了這個 梅卡瓦坦克 這個稍微懂軍事的人 應該都了解 號稱是世界上防護最好的 主戰坦克了 他的優點 最大的優點就在於什麼呢 他以色列為了保護 盡可能的保護坦克裡面的成員 對 他把那個坦克的發動機 從後面挪到了前面 因為一般的坦克的發動機都在屁股後面 是 但是梅卡瓦坦克呢 他把發動機挪到前面 為什麼呢 他要用發動機當成一個附加的裝甲 因為發動機他還不是鐵做的嘛 是 是 他要用這個 他要用這個附加的裝甲 來 來保護他的成員 是 那麼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只要是把這個 把這個裝甲 就是把這個發動機炸掉了 那麼對於坦克來說 他就也失去了動力嘛 他既不能運動 也既不能運動 是吧 也沒有辦法繼續作戰了 因為 發動機炸掉了 他也就沒有電了 坦克炮塔也沒有電了 是吧 瞄準都瞄準不了了 那怎麼搞 對不對 但是呢 他又沒有炸掉成員艙 那很有可能 坦克裡面的這樣一些成員 就有可能會心存下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再派人進去 把這些人抓俘虜 已經爆出來的 已經爆出來的視頻裡面 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有好幾個鏡頭裡面 就是哈馬斯的武裝人員 衝到那個被炸火的乙軍坦克上面 把裡面的人拖出來 有活的也有被炸死的 是吧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這種作戰方式 應該說哈馬斯是很有針對性 是吧 除了這樣一些人員以外 特別要提到的就是 哈馬斯這次抓到了一條大魚 也就是以色列的一個少將 好 等一下 在你講大魚 你講大魚之前 我先請問你一下 我們已經從俄烏 這次戰爭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說坦克 這個傳統上就是說很厲害的 裝甲很厚的坦克 在路上等於是 很厲害的殺手級的武器 面對無人機 感覺好像就是 手無伏擊之力 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無人機 你看像你說 這是以色列的坦克 它是裝甲很厚的 但是在面對無人機 它還是照樣把它打穿了 所以是不是就是說 在無人機的這個 現代科技的無人機面前 那個坦克的 就完全沒有用了 坦克裝甲也沒有意義了 是不是這樣 這個事情不能這樣去講 因為對於現在戰場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體系的一個作戰 它是由若干種武器 配合一起來 發揮每一種武器的長處 是吧 揚長必短 然後最大限度的使用這個 才能夠發揮出整體的力量來 它不是說單一的利用 這跟二戰的時候 那種兵對兵降的降 是吧 坦克對坦克 是吧 不兵對不兵 已經很不一樣了 那麼你說 無人機很厲害 是吧 它反坦克的力氣 那無人機 也有對手 是吧 解放軍這邊 多的很多反無人機的手段 是吧 不管是從無線的方式 是吧 還是說電子干擾的方式 還是說這個 這個其他的這種高受火力 是吧 硬殺傷的這種方式 反無人機的手段也多呀 而且你不要忘了 是吧 這個世界上這個無人機 產量 不管是民用還是軍用 是吧 最大產量最大的國家 就是 就是咱們的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 所以說在這個方面 我始終有一種觀點就是 不要陷入到鬥獸旗的思維裡面 就是好像這種武器 被淘汰了 那種武器更好 好 有坦克的優勢 對不對 在某些環境裡面 坦克的作用是無法取代的 好 了解 這個是軍種搭配的問題 不能一概而論的 軍種搭配的問題 有點像我們以前玩世紀帝國 就是你整個軍團 你要搭配不同的兵種 然後有可能有相克 那你看什麼樣的兵對什麼樣的 大家互相配合啦 軍種搭配 好OK好理解 對對對 好來 約克你再繼續往下 這次釣到什麼大魚 哈馬斯 就是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 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